我自从做完这个鼻子 这已经三个多月了 我没有发过任何的就是朋友圈的照片 因为我自卑啊 安全跟素权沟通的就不是一个形态 现在是一个朝天鼻 他根本就跟我的脸型什么都不符合 李女士提供了付款记录 去年9月20号 他付了19000元 说款方是杭州盛兴医疗美容门诊部 李女士表示 他做的项目叫超类鼻综合 做手术时 诊所变成了杭州美月医疗美容 他提供的手术前后的图片来看 术后的鼻头更为上翘 李女士表示 合同不在他手上 当时签的时候 里面也没有明确整形效果 我感觉鼻子没问题 他告诉我鼻子是做坏的 他个人觉得朝天鼻 对于这个效果 他就不能接受 那不能接受 那只是他个人的 好不好 如果不行的话 我可以给他免费修复 你还愿意再修复吗 我不愿意 我现在肯定是 他给我取出来 然后把手术费要退给我的 那么这个能跟他协商吗 协商不了 现场协商无果 李女士表示会拨打12345热线反映相关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twent允计师准备 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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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